中国美食博主千千万 最当红的要属李子柒 但是在李子柒出现之前 办公室小野一直是做着美食江湖的第一把脚椅 可如今一个风头正盛 一个销声匿迹 办公室小野怎么就沦为了江湖传说呢 这之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消失的办公室小野 1994年办公室小野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 那时的他还叫周小慧 大四那年小野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成都电视台实习 虽然每日的工作量大且工作内容枯燥 但是和其他实习生成天叫苦连天相比 小野却从来不吐槽不埋怨 他觉得与其把负面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不如默默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看起来适应的很好的小野却是第一个辞职的人 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缺乏新鲜感 他感觉自己就像整套流程里的一颗螺丝钉一样 每天做着重复且繁琐的工作毫无创意 而他对成为一个螺丝钉的生活并没有兴趣 他渴望成为一个有创意的职业导演 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离开电视台之后他面试了一家公司洋葱视频 就这样小野成为了洋葱视频的一名美食视频策划 为了闯出名堂小野做了很多努力 出小清新食谱发布三分钟说电影 甚至还有用变声器配音做搞笑视频 但是他的视频却七七扑街没有丝毫的点击量 直到电运斗烤肥牛他才迎来了转机 一天小野在办公室看见一位同事正在用电运斗运衣服 便突发奇想要用电运斗来制作美食 他和搭档买来了肥牛锡纸等用具 就在宫位上以真人默片的形式拍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居然收获了不小的关注 顺着这股子黑暗料理的镜头 小野上传了他的第四条视频 饮水机煮火锅 一上传他的手机立刻就收到了各种评论 转发点赞和加粉的提醒 与此同时小野发现周边的朋友也开始刷屏 一时之间几乎所有人的手机上都出现了这条视频 小野火了 可是伴随着点赞和好评的还有各种质疑声 有人说他用饮水机煮东西吃太脏了不卫生 还有人说一个公司职员在办公室这么玩 没有被炒只能是小三 一瞬间所有的谩骂向小野席卷而来 当时的他只有22岁才刚刚大学毕业 看到这些负面评论的时候 他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不敢在公司哭 只能强忍着回到家里 但是迎接他的却是父母劈头盖脸的责备 你怎么在办公室里煮起火锅了 你怎么不认真工作呢 你怎么上班这么不正经呢 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理解自己 小野更加委屈了 第二天一到办公室 小野就打算删掉这个视频 但是洋葱视频的老板问了小野一句 你确定你想做那种一本正经的视频吗 是呀 离开电视台就是因为想要做有创意的视频 现在自己有了创意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 很快小野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如果做创意美食会招致非议的话 他认了 但是他做视频的初衷就是不肯别人肯过的馒头 他不能因为几句谩骂就改变自己的初衷 而面对网友们的疑问 小野又连发了两条视频来解答 4月1日愚人节当天 小野在微博上发了一张辞退通知书 告诉大家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因为这张辞退通知书 小野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而面对饮水机是否还能继续使用的问题 小野专门拍摄了一期接水的视频 告诉观众饮水机清洗干净之后还在使用 这种有售后的视频情节 让小野的节目有了粘性 他的粉丝追得更起劲了 乘着饮水机煮火锅的东风 小野又继续推出了 针织方便面 挂烫鸡蒸包子 瓷砖烤牛排 电钻棉花糖等爆款视频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不敢玩的 创意第一 美味第二 这些脑洞开出天际的美食视频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便成功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很快他就从竞争激烈的 美食类短视频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小野在美食类短视频领域 站稳了脚跟 他也被称为 把办公室当作厨房的奇女子 美食界的泥石流 办公室里的贝尔 他彻底火了 不过 欲带王冠必成其重 爆火后 小野的生活变得异常辛苦 二十秒一个小梗 六十秒一个大梗 即使是天赋异禀 却也架不住持续不断的创新 为了能保持内容的新鲜度 保持粉丝的关注度 小野只能拼命地熬 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成为了常态 创意策划 视频构思 团队分工 样样都要操心 还没有半点休息的时间 有次去洛杉矶参加活动 由于长期拖着七八个行李箱 患有低血糖的小野 刚下飞机就要感觉自己要晕倒了 但是一想到倒下去的后果 他又硬生生地撑住了 还有那个堪称变戏法的 手心煎黄鱼 为了一个震撼的镜头 小野和团队前前后后折腾了五十多次 在这个过程中 小野的手被烫伤 眉毛 睫毛 头发都被烧掉了一部分 嘴上还烧出了嘴炮 但仅仅在医院待了一天的时间 小野就匆匆回到了拍摄现场 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他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 用命去拍摄这些视频 好在付出兼有回报 数据给了他极大的反馈 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美食网红第一人 但是视频血头所夹带的安全隐患 也悄然埋下 2019年8月 两个小朋友因模仿小野的视频 而发生意外 小朋友在看见小野的视频后 在家中找到了浓度为90%的工业酒精 打算学着小野用一拉罐做爆米花 结果没想到 酒精刚点燃就发生了爆炸 其中一名小孩严重烧伤 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不治身亡 事情发酵之后 小野就遭到了几百条私信的狂轰烂炸 有的人骂着不堪入目的脏话 有的人直接说他是杀人犯 而小野的支持者却替小野感到委屈 身为家长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 出了事情 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小野的身上 这对小野来说是不公平的 面对网上的腥风血雨 小野一开始采取了冷处理 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效果 反而引起了网友们更大的愤怒 他们很快就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在网络上对小野进行了 更为猛烈的网络暴力 面对网友们的愤怒 小野才姗姗来迟 他在网络上发表声明称 过去这些天是我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并且他根据出示女孩所采用的方案 与自己的视频做了对比 表示绝对不是模仿我 但另一位轻伤的小孩在接受采访时 却指名道姓地说 是看了办公室小野的视频 才想要做爆米花 还有网友指出 在小野的视频当中 从未出现过请勿模仿的安全警告 对于这一点 小野拿出了2017年的一个视频 表示自己的视频是有明确的安全提示的 可实际上 一拉罐做爆米花这个视频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安全标识 小野方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身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 在意识到自己的视频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 却没有采取措施 这是他不可否认的过错 但是家属方也要承担极大的责任 因此小野在声明中表示 无论谁对谁错 他们都会对小朋友家属 进行人道主义的帮助 并且已经和小朋友家属 签了和解协议 接下来小野的视频停更 并对账号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整改 他们整个团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调整过来 重新恢复更新后 视频的正片中也出现了 创意视频请勿模仿的提醒语 小野在评论中表示 团队在此后会尽量避免危险操作 把重心放到美食和剧情上 但是经历了这件事情 小野却是很难彻底摆脱负面影响 重整之后的小野 浏览量呈断崖式下跌 和巅峰时相比 降了五成不止 舆论导向也从最初的新奇解压 变成了刻意卖弄 但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 坚强的小野仍然率领着团队 以每月至少两级的速度更新 而且期期情绪饱满 为了增加可看性 他还想方设法地增加 美食视频的类目 他增加了野市测评 Q&A问答 小野读评论等环节 还导谷出了一家网络零食店 专门售卖自己亲自选品的人气零食 曾经的美食视频霸主 到如今的无人问津 小野经历了大起大落 但是无论在哪个赛道 他都依然全情投入 步履不停 或许曾经的小野一门心思 想着创新要有数据 从未想过自己的视频 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经历了黑暗的小野 却更多了一份真诚 他不再执着于数据 他开始把粉丝当成朋友 分享自己的创意生活 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怕的是在老路上躺平 而能够使你走得更远的 除了坚持 更有自律 精进 反思 韧性 以及最最重要的 不放弃自己 要相信 能自我鼓励一生的 只有你自己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在评论区留言